刚刚过去的10月,喜庆和悲伤的事儿都堆在了一起,希望新的11月,能只有喜事,没有悲伤,来说说前几天弄贪磕微博的喜事吧。 就是冯绍峰和赵丽颖结婚,这对结婚搞得传闻满天飞,今天又出新料了,有人放出一张截图,是冯绍峰的微博内容,从此一加一等于四,还画了两颗爱心,爆料中说,是冯绍峰在公布结婚之后吧的,但秒删了,当时有眼疾手快的网友截了图,财宝留下来的,冯绍峰这么一发文, 很明显就在暗示赵丽颖怀孕了,而且还是双胞胎,凌晨的时候,全网就都是赵丽颖怀孕的消息,冯绍峰工作室这次动手很快,大清早就澄清了,从来没发布过此微博,请勿在传播虚假批图,物编造鸟山假新闻,不过,工作室的这个澄清,有点像文字游戏,很模糊,只说这篇微博不是冯绍峰发的, 可压根媒体赵丽颖是不是怀孕,飘晚点,还有网友拍到一次时,赵丽颖和冯绍峰手拉中手略弯,赵丽颖看上去,怀孕的特征挺明显的,一路下楼梯,冯绍峰还一直掺着赵丽颖,生怕有点什么闪失,时不时的拍拍照片,新闻小夫妻,很是甜蜜, 自从赵丽颖7月份宣布暂时停工之后,各种怀孕的传闻就没停过,而且没有一次是明确回应到底是真,还是假,赵丽颖宣布停工半个多月之后, 8月2日,疑似朱伟本人,在朋友圈发布了赵丽颖怀孕的消息,孩子就是冯绍峰的,另外,还放出来赵丽颖和冯绍峰过夜的视频,来作为证据, 视频里赵丽颖和冯绍峰一同下车回家,而且冯绍峰主动帮着拿包拿衣服,对女生照顾有加,可从视频里看女生想复微微隆起,脚上还穿着平底鞋, 而且下车之后一直都有热开肚子的动作,所以都在猜测,赵丽颖可能怀孕了,虽然大家都说赵丽颖怀孕了,还说肚子里的宝宝已经三个月大了,可很快, 赵丽颖的工作人员,被问到是不是和冯绍峰过夜,是不是怀孕的时候,工作人员几为模糊的说了句,没有这样的事,一直到被再三逼问,工作室才说,没怀孕,赵丽颖稍晚一点,也发了添微博,更隐晦,不知道说啥了,我们给大家披个叉吧,这样的言语,好像是在表达对怀孕的传闻很无奈,不过又又又很含糊, 假如真的怀孕了,过段时间公开的时候,这样模糊的回应也不会很打脸,反正那段时间赵丽颖冯绍峰,赵丽颖否认怀孕,日常就会霸占微博又搜榜,不过,赵丽颖否认怀孕之后没几天,参加活动,小妇又很平凡,确实不像个怀孕的人,可还没完,赵丽颖的肚子就像会变魔术一样, 有人排到赵丽颖私下的里的状态,不知道是衣服有肚,显得胖,还是肚子大了,几个角度的照片都像是怀孕了,赵丽颖还没怀孕的讨论,一直都在热榜第一的位置, 这次赵丽颖的回应更模糊,她把去年的一条微博给顶制了,哪有什么偶遇,就是你走着,我走着,然后你掏出了手机,虽然抨击了乱发照片的人, 但好像依旧没回应,是怀孕还是没怀孕,最后,赵丽颖直接公开了结婚,还顺便把微博弄瘫痪了,婚恋的问题是尘埃落定了,紧接着赵丽颖怀孕的消息就更多了, 都猜赵丽颖是不是因为怀孕,才结婚的,报上还有人爆料,说赵丽颖去医院检查来着,确定怀孕了,而且陪同的不是冯绍峰,是一位女生,甚至还有赵丽颖的怀孕检查的报告单流出来,有赵丽颖的名字,报告上还显示已经怀孕六周,还有网友说赵丽颖预产期是明年三月,自己以前同学的老师给她做的产检, 爆料说的有模有样,有细节的,但工作室的回应永远那么模糊产典报告中的赵丽颖,并非演员赵丽颖,工作室是日常玩文字游戏,言下之意是,网传的那张产典报告上的人不是赵丽颖,却还是没说,赵丽颖到底怀孕没怀孕,所以,从赵丽颖休息开始,已经被传了五次怀孕,除了被记者逼着,回应了一次没怀孕, 剩余的回复全都是模棱两可,似有似无,一直在猜测,一次澄清的死循环里,如果真的怀孕,到时间就公开,接受大家祝福也挺好的,不要这样三番五次的吊着,真挺拉低好感的。